凌远海岸 鱼尸冲上岸 仔细看都是正南迴产卵的乌鱼 碰上冷气团冻死沙滩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个有乌鱼籽的 而且这个还是 以它的体型来讲算是很饱和的 所谓的比较晚到的那一群 就是所谓我们在冬至后面 温度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那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造成这个乌鱼的死亡 连鱼都冻到受不了 正值采收起的蜜藻也遭殃 碰上寒流又下雨 沼子发黄军裂 农民苦不堪言 这半月就是分送亲朋好友 无奈啊 也不能 他的农夫就是跨天脚 枣子的一个构造 刚好在它的地头一个沟 都容易积水在那边 所以是造成它烂掉 已经超过三成 那现在持续下雨后 寒流加速降温 我们也很难去评估 低温之下不止蜜藻损失大 收成栽种好时节 正值受粉旗的瓜果类 产量也将受影响 这波寒流 全台出估农损已破千万 屏东最惨重 损失占全台近七成 农委会紧急协助农民抗寒害 期望将伤害降到最低 大爱新闻续程 郑瑞平 高雄屏东报导